負損可就大了 所以弘揚佛法的法師 不參與政治權力的鬥爭 但還需要請求全貴王臣們來護法 例如說釋迦牟尼佛時代 有很多當時印度的王臣很有善根 他們主動來什麼 來向佛請法 你們知道嗎 印度靈鳩山 你們有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就在這個離菩提家爺 也就是佛城 佛樂跟菩提樹 七十公里處的一座小山丘 其實靈鳩山並不高 靈鳩山大概只有我們法谷山這樣的高度而已 並不高 就像我們法谷山這樣子的高度而已 從山下走上去呢 應該也是二十到三十分鐘 跟法谷山差不多對不對 就這樣子並不是很高 那上面呢其實也是一個小平台 並不是很大 那個平台呢比我們現在 現在應該比我們現在大店的那個平台 大概不會比較大 差不多而已 說不定還更小一些 更小一些 環境也 跟我們法谷山 有點像 不能說完全像 說完全像 我們就往自己臉上貼金 有點像 那個氣勢還蠻像的 往下看呢也是 就像我們看金山平原這樣 它往下呢也是一個平原山路 那對岸呢也是 就是一座山 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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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上山這條路 叫做什麼路你們知道嗎 平婆沙羅王路 平婆沙羅王是誰 就當時那裡的國王 摩羯陀國的國王 平婆沙羅王 上山的路 半路當中 有兩座佛塔做紀念 紀念什麼呢 就是紀念這一條路 是平婆沙羅王 上來聽佛講經說法的地方 然後第一個塔呢 就是下塵 塵就是那個 塵坐汽車的塵 塵車的塵 下塵是什麼意思 就是國王跟大臣到這裡 必須什麼 下車的意思 為什麼到這裡要下車呢 表示對什麼 國的尊敬 你不要開著車 大搖大擺的上來 要很謙虛 要走上來 就像我們現在朝山一樣嘛 沒有用拜的 也要用走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國王為了表示聽法 對法的尊重 對世尊的尊重 尊敬呢 還沒到的時候 就必須先下車 文武百官 全部在這裡下車 用走的 好 然後走到半路呢 又有一個塔 那個塔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退凡 退就是退下的退 凡就是凡夫的凡 也就是說 到了這個地方 半路 到了這個地方呢 只有誰能夠上去 聖人能夠陪國王上去 凡夫呢 只能走到這裡 這樣了解嗎 凡夫沒有資格跟國王上去 只有聖人呢 才能上去 所以呢 第一個塔 叫做下沉 到了上面呢 另外一個塔 叫做退塔 剩下國王跟聖者 上去聽佛說法 那這表示什麼 就是很恭敬的意思 那這個呢 如果是國王 王公大臣 主動來清淨 這是什麼事 這是好事 對不對 他來聽經文法 他就可以用佛法的慈悲智慧 來怎麼樣 來利益老百姓 是不是 才不會變什麼 變暴君嘛 才不會傷害老百姓 所以呢 要鼓勵他們來清淨 那 另外呢 要鼓勵他們來怎麼樣 來護法 就是幫忙弘揚佛法 那如果有外道要破壞佛法 請他要來護法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主要的目的 是不參與這個政治的鬥爭 還有呢 仗師去欺人 那不要因為這樣呢 讓佛法受到傷害 但是呢 要請他們來學法 請他們來護法 那進一步呢 再講外道 這裡師父有解釋 在203頁最後倒數第三行 拜道是指什麼呢 其實在佛經裡面講的外道 不是罵人的話 就是說 佛教以外的其他一切宗教 那經典裡面常常提到的有 泛治還有呢 尼建子 泛治是什麼呢 就是外道的出家人 那這個 尼建子 就是說在 泛治是說 當時的婆羅們 叫當中呢 他們的一生當中呢 也有個時期 必須去過一個什麼 修行的生活 所以這時候稱它為泛治 那在大致渡論裡面有講 泛治者是一切出家什麼 外道的 那 尼建子是什麼呢 204頁 尼建子其實就是在佛經裡面記載 96種外道之一 那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叫 禮系 禮就是禮開的禮 禮就是什麼 禮負的禮 那個禮有沒有 禮負的禮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即將解脫而未得解脫 尼建子的意思是即將解脫而未得解脫 那現在印度呢 還有很多 甚至呢 它的影響力 它的這個人數呢 都還什麼 都還比佛教還多 他們的教主呢 叫做大雄 我們是 我們釋迦牟尼佛也叫大雄對不對 大雄大力大子卑 有沒有 我們叫大雄寶殿 有沒有 那他們的教主呢 也被稱作大雄 是跟釋迦牟尼佛同一個時代的一個思想家 那現在呢 稱它們為什麼 奇納教 你們到印度會看到很多寺廟 在印度呢 要看到佛教寺廟 反而不容易看到 但是呢 奇納教寺廟相當的多 這是指外道 印度的外道 比較有名的 常常看到是這兩種 那現在呢 當然更多了 印度的很多外道 其實它呢 是很有組織 很有思想 很成熟的信仰 那現在呢 但是呢 現在有一些新興的宗教呢 其實呢 跟印度當時的這些所謂的外道 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現在有很多外道呢 它們是什麼 它們是拼湊的 就是東湊一個 西湊一個 自己沒有一個主要的思想 沒有教主 沒有教典 沒有教團 沒有思想 那其實那主要是從民間信仰延伸而來的 那有一些呢 是依附在其他信仰 那特別是依附在像佛教裡面有很多 我們叫做什麼 父 佛法 外道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第二段 204頁第二段 師父進一步說 在世尊時代呢 佛弟子們也不排斥外道 只是不以外道師為學習修行法門的對象 那同樣的在今天的佛教圖呢 也不會排斥其他宗教 那並將其他一切有益於社會的宗教 就稱為什麼 稱為有教 像我們有社會跟其他幾個世界性的宗教 那共同怎麼樣 共同 就是說合辦一項活動 共同推廣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運動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那共同推廣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運動 那共同推廣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運動